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毛血管壁击穿有时候 然后这个时候这个组织通透性一下就提高了 我们进行这个用药的时候 这个地方的用药量突然一下释放药的量一下增加了 所以说这个治疗效果会好多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主持人李宇飞 今天我们继续走进中国经济的一线 来真实的了解正在变化中的中国经济 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一款最新最特殊 也是最神奇的医疗仪器 大家都知道心脏病是威胁人类健康的重要杀手 尤其是到了心理衰竭 靠药物治疗已经起不到有效治疗的时候 主要就是靠两种方法来治疗 一是心脏移植 但是可用于移植的心脏来源不可靠也很少 另一种就是接下来要讲的人工心脏 前不久苏州工业园的一个研发团队 研发出了一种人工心脏 它被叫做中国心 而且这颗人工心脏已经成功地帮助了好几位心衰患者 重新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我们来具体地了解一下 29次的何欣是一名心理衰竭患者 他经常感到身体软绵绵没力气 有时呼吸十分困难 只能躺在床上休息 幸运的是 两个多月前 何欣在父外医院接受手术治疗 安装了一颗人工心脏 他也是该项目临床试验的第一例患者 这一天他来到医院和主治医生见面 接受检查 原来的时候就是走二三十米就不行了 就得喘 现在就走千八百米没什么问题 原来上楼梯根本上不了 就得缠着我 现在可以上楼梯了 胡胜寿 中国工程院院士 父外医院院长 也是给何欣动手术的主导医生 他告诉记者 何欣身体里的人工心脏 是我国自主创新的人工心脏 被医学界亲切地称为中国心 他不但填补了国内人工心脏领域的空白 更为上千万万其心理衰竭患者 重复新生 带来希望 从体外测试到动物实验 再到现在我们临床试验的这个 初步的实验结果看 都是 就是和最新一代的 第三代的 美国世界上最 使用最广的 就是这个全尺全幅的 能工心脏 就比各项指标都达到了 国际这个水平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进步 统计数据显示 我国目前至少有一千万心理衰竭患者 是世界上拥有最大心衰患者群的国家之一 对于心衰患者的治疗 一般有两种方法 一是心脏移植 我国每年可以提供移植的心脏 仅有三百克左右 相较于上千万的患者 这个数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第二种方法就是人工心脏 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受关注的人工心脏 它的厚度只有26毫米 直径50毫米 重量不到180克 而且它是全尺全幅腹式的人工心脏 陈琛 全磁悬浮人工心脏研发的带头人 钻研人工心脏至今已近30年 2008年 陈琛成立公司 自主创新研制全磁悬浮式人工心脏 上世纪50年代 人类开始了人工心脏的研究 从最初模仿人类心脏结构的第一代仿生人工心脏 到第二代的功能性人工心脏 再到现在第三代的全磁悬浮式人工心脏 每一次跨越都是一次巨大的科学创新 启动磁悬浮 启动电机 这个泵运行得非常安静 而且无论上下左右怎么晃动 转子都不会碰壳 这就允许患者可以去参加体育锻炼 比如说可以去打高尔夫 过上高质量的生活 全磁悬浮人工心脏主要工作原理 就是整个心脏在人体内采用磁悬浮方式工作 它的齿轮转子与轴承没有接触 具有体积小 和血液相容性好的优点 主要由血泵 驱动装置 监控系统 电池能源 四个部分构成 而这其中 血泵是最核心的部分 研发全磁悬浮人工心脏的一大难题 就是在保证血泵高效率运转的同时 把血泵体积尽量缩小 陈琛和团队在研究中发现 要想把血泵体积做到比国外先进产品还要小 就得想方设法 减小磁悬浮旋转的齿轮直径 所以我们采用的办法是一个调制的办法 具体来讲 就是通过永久磁铁 产生一个力 作用在转子上 这个力它是对拉的一个力 这个力非常大 但是平时它是平衡的 通过电磁铁 往里面再增加一个力 这个力的话是破坏了这个平衡 这个力就比较小 既然它的力比较小 所以对电磁铁的体积和它的功耗 要求就降低下来了 装置的尺寸就能缩小 虽然听起来很难懂 但其基本原理就是利用永磁铁和电磁铁的不同特性 通过四两拨千斤的特殊调制方法 降低电磁铁的体积和功耗要求 从而实现尽小齿轮直径 将续本体积整体缩小 你看这个厚度的话 小了大概有30%吧 特别是直径也小了很多 它原来比如说直径这个是多的 这个得有大概60多70毫米 而这个 这个才50毫米 厚度 对 我这个厚度26毫米 这个厚度的话 怎么着也得30多毫米 好不容易迈过第一管 陈辰团队又遇到了第二大难题 血液相容性 磁悬浮齿轮在旋转过程中 容易破坏血液里的细胞 血液会凝成血块 形成血栓 引起脑中风等副作用 如何能够解决血栓的形成 攻克血泵和血液相容性难题呢 他们想到了一种特殊的方法 陈辰把这种方法形象的比喻为骗 说简单一点 就是把血液骗过去 因为血液要识别出来这个异物 是需要一点时间的 如果我们让血液很顺畅地流过这个血泵 不给它这个时间识别它 就给它骗过去了 这个时间有多短呢 这个时间的话 它和整个流动状态有一些关系 大概来讲的话 它可以达到100毫秒的数量级 100毫秒是什么一个概念呢 0.1秒 让血液高速通过血泵的设想 对血泵的生产工艺提出了挑战 原材料的质量 激光焊接的光滑程度 齿轮转子 定子的同轴度 电子源器件性能参数 产品密闭性都必须更加严格 我们这个产品对密封性要求很高 相当于一滴水大小的这样一个空气 它要穿透到我们这个产品里面 需要上百年的时间 要达到这个标准 我们是台三座标测量仪 它是指X轴一个方向 Y轴一个方向 然后Z轴 然后这个三个方向的一个测量车柜 我们通过三座标 然后进行这个尺寸测量 然后计算出它的一个 最佳的一个间隙配合 来保证我们产品 在血液进入我们人工心脏过后 然后避免它的一个血液 血栓的一个形成 这是我们的一个可靠性测试台 这个测试台呢 就模拟病人的一个生理状态 然后将我们的人工心脏 装到这个测试台以后 对我们的人工心脏 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老化测试 比如说它的心率 我们会考虑一个人 正常的一个状态 比如说每分钟的心率 大概是70 那在运动的状态 我们也有考虑 就是说每天会有一个小时运动状态 这个时候心率达到130 还有就是每天它有个睡眠状态 睡眠状态到心率会自然的会下降 每分钟比如说50 这样一个样子 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测试台上面 每天会进行一个三个状态的一个轮流的一个切换 自动切换 目前我们是从17年3月份开始 已经持续了两年多的一个时间 我们会一直进行下去 历经千百次反复实验 调试 检测 2011年 晨晨团队自主创新研制出我国第一颗 全磁悬浮人工心脏 该项目被国家科技部 列入国家科研重点项目 2013年 晨晨受邀去美国洛杉矶 参加人工心脏国际专业会议 会场上 国外一家公司展示了 磁悬浮人工心脏新产品 这让晨晨一下子激动起来 特别激动 那个心跳都加速 因为我很明显地知道 我兜里这个东西比它都要小 然后我就跟我那些会场的那些朋友们 都是很有名的 我也可以医生了 还有工程师了 我所有的东西给你们看看 拿给他们看 一看他们就很惊讶 就是知道这是个好东西 就是怎么感觉呢 就好像他们 就是我们想 就是说能够有鉴赏力的人 就是内行 看到一个特别好的东西 像宝贝一样的 那样一种眼里有点放光的感觉 说明他们看懂啊 这个小小的中国心一露面 国外同行立刻知道 在全磁悬浮人工心脏领域 已经杀出了一匹中国黑马 此后 陈陈团队 联合心血管疾病 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多个单位 将全磁悬浮人工心脏 进一步改进提升 2015年 一颗直径50毫米 厚度26毫米 重量不到180克的 全磁悬浮人工心脏 研制成功 这颗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中国心人工心脏 很快引来了 世界同行关注的目光 2018年11月 陈陈应邀参加在日本东京召开的 第26届国际机械循环学会会议 这是该会议26年来 第一次由中国企业发言 陈陈有些遗憾地告诉记者 会议期间 她全部心思都在忙着发言 和各国科研人员交流 分享 忙得连张照片也没拍 只保留下通过电子邮件 发来的邀请函 到目前为止 那个中国企业还是第一次 能够在这个会上去报道 因为这个都是邀请过来的 而且是要有相当长的历史的企业 在行业里面大家很公认的 才会受到这样的邀请 2019年 美国马里兰大学一篇公开发表的研究文章表明 与目前世界使用数量最多的两种产品相比 陈陈团队研制的全磁悬浮人工心脏 主要数据都超过以往产品 从数据来看 衡量那个血液损伤的指标 NIH 我们的数据是这么多 是哪一边 最左边 是这个 最左边的 CHVAD 这个是HVAD 这是HVAD 这个产品都是大约在0.006克每100升 这个数量级 被称为旋转式人工心脏支付的美国教授 Richard Wanpler 两次来到陈辰公司参观 18年10月份到光普了到我们公司来参观 完了以后给我们在这上面留了一个言 意思就是说我对你们这么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装置 表示兴奋和敬意 人工心脏研制成功后 女儿送给父亲陈辰一张手绘人体心脏图作为礼物 目前我国自主创新研制的全磁悬服人工心脏 中国心已成功完成临床试验手数4例 人道主义救援手数3例 总共7例 而已经在人工心脏领域默默耕耘了近30年的陈辰 最大的希望就是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 给更多患者带去福音 对这个行业的理解就是真正要做一个创新的 而且领先的东西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十几年的时间对我们行业来讲 其实是个非常短的时间 她是心衰患者走路都很困难 凭借中国心过上正常生活 她原来的时候就是走二三十米就不行了 就得喘 现在就走千八百米没什么问题 采超设备不简单 不仅能诊断 还能做治疗 把毛细管壁击穿有时候 然后这个时候这个组织通透性一下就提高了 我们进行这个用药的时候 这个地方的用药量突然一下释放药的量一下增加了 所以说这个治疗效果会好得多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全磁悬浮人工心脏的应用 目前还在不断试验推进中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 另一件探索人体奥秘的先进设备 这就是彩色必超 彩超相信大家并不陌生 但是既能诊断又能帮助治疗的彩超 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陌生的 我们就到实验的一线去具体了解一下 运动员在进行长时间训练和高强度比赛时 难免会出现肌肉拉伤这类功能性损伤 即使发现准确诊断肌肉运动时里面 是否有节节有疙瘩有粘连就显得十分重要 有一个特殊的彩色必超设备 让这一问题有了解决办法 在以前我们主要都是通过靠手这样去促诊 或者那种感知 但它有时候不是很精准 或者位置它不是很明确 或者我们也看不到它里面 到底结构是什么样子的 但通过肌骨超生 我们有一个好处就是 可以很直观地能够看到肌肉的走向 或者说我们肌肉的节节它的位置 它有没有它包括这个地方 甚至有没有基业 还有就是包括我们的肌筋膜 它是不是连去的 它是不是连贯的 就比如说它如果说它要 刚好就要靠这个肌肉去做这个动作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做我们普通人 可能有时候就是 这差一点就没有多大的区别 但是作为运动员 它的0.01秒 可能就会决定它的金牌和银牌的话 那么它这个效率 我们就需要达到保证它的一个更高的一个状态 彩超主要其诊断的单一功能 但是我们看到的这款彩超设备 不仅能够精确诊断 还能帮助大夫有效地给予患者治疗 我们叫做微炮 英文叫microbubble 那么激励它的时候 它在血管中 毛血管中发生一个小爆炸 小爆炸的时候呢 这个把毛血管壁呢 击穿有时候 然后呢这个 这个时候这个组织通透性一下就提高了 我们进行这个用药的时候 这个地方的用药量 突然一下释放药的量一下增加了 所以说这个治疗效果会好得多 那对别的细胞有没有一个伤害 还是破坏作用 对别的细胞的伤害呢 副作用呢 很少 几乎没有 这个技术就是它的安全性特别好 刘正是陆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超声科主任 这种特殊的采超 主要利用的是低强度超声治疗技术 也就是说 在治疗疾病时 在超声波的介入下 药物被精准送达病点位置 释放药物 从而实现靶向治疗 记者在苏州工业园区了解到 目前这种彩色B超设备 在国际上已经达到一流水平 像这个菲利普公司和机翼公司都有改进的 改进能量的 但是这个呢仅限于动物实验 没有像就是说 菲利普公司呢 这个比较超前 比较就是创新性的 推出了这个整疗一体机 五十六岁的西水 是采超科研项目带头人 从事采超研制近二十年 密密麻麻的电路板 快速搜索的电脑页面 年轻专注的眼神 这里是公司的核心研发部门 科研人员有160人 平均年龄三十二岁 超声波就像扫描一样去扫描人体的切面 一个一个切面 把这个切面上面获取到的信号 实时地进行处理之后 变成图像 那这个数据的量是非常大的 这个速度可以高到就是0.8到1G 字节每秒这个速度 这个速度怎么理解它呢 打个比方 我们现在5G的这个速度 下载一部电影可能几秒钟 那我们这个速度呢 是5G速度的十倍 高文勇说 这是公司研发的第一代数据处理平台 现在已经升级换代 发展到第二代 性能又有了很大提升 首先第一个它的传输的宽是 比上一代高了将近150倍 主要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那么从成像角度来看 我们的显示的速率 也将近快了将近100倍以上的速率 显示速率越快 意味着成像效果越好 医生的诊断和治疗也会更精确 2014年 公司靠着自主创新 终于研制出具有完全知识产权 性能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彩色必超设备 但创新产品 怎么让各家医院愿意接受使用呢 他们将援助的目光 投向苏州工业园区 我们提出我们的困难点 然后原创新产品 然后原创新产品听到了 特别是科技区的使律导 听到我们这个事情以后 很快在两个星期之内 就组织了一个医院和我们自己的对计会 让我们说出我们的问题 然后请医院给我们大力的协助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超生诊断科名誉主任唐杰告诉记者 他是在一次会议上才第一次知道 国内也有这种世界一流水平的产品 放在那里做演示 我一看 特别的惊奇和意外 还能够有那么好的图像 还有那么好的效果 所以我感到非常意外 所以在质量与同等水平 国际产品 进口产品相似的情况下 我们没有理由不用我们自己的产品 所以我们率先就引进了 当时第一次我们引进了八台 放到这个地方 国产高质量彩超的登台亮相 也让那些以往高不可攀的 国外彩超价格纷纷降价 彩超 比如你以前像有的 比如我讲GG吧 以前刚出来开价都非常高的 300万左右等等 你现在也只敢180万多少 因为你这个再充进 你这样 你再高我们不要你 所以我相信 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们事实上从内心的深处 还是非常喜欢中国的产品 你如果质量好 我们当然应该用你的东西 因为用自己国家东西 感到心里有种自豪感 为了更好满足 偏远地区医护人员病患者的实际需求 公司还研制出便携式 掌上超声等新产品 我们最新的一个产品就是我手上的这个 我们叫掌上超声 那这个也是我们拿了国家的 135的重大专项 那就是你们看到后面这个机器里边 其实所有的硬件就都集成到这个探头里了 那这个PAD其实是一个显示器 那我们未来呢我们这个探头也可以跟咱们的手机直接相连 目前这个能诊断还能治病的采超产品 已经销售到印度俄罗斯等80多个国家 年销售上亿元 18年我们的这个销售台数在4000台左右 然后销售额近三个亿 记者采访了解到 采超设备全磁悬服务人工心脏 只是苏州工业园区生物医药板块自主创新的一个缩影 更多的研发创新还在不断进行中 当年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地方生产总值才只有11亿左右 那到去年18年来讲的话 我们就是已经达到了2570多亿 是翻了200多倍的这样子的一个体量 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数据显示 2013到2018年中国医疗器械市场规模呈逐年增长趋势 仅仅在2018年中国医疗器械市场规模就达到5250亿元 比2017年的4450亿元增长750亿元 增长率接近18% 党的19大报告将健康中国战略写入报告 进一步确立了人民健康在党和政府工作中的重要地位 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医药创新的扶持力度 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最近几年国内医药领域的创新不断 医药创新关乎百姓健康 是最容易让人们产生获得感的科研创新 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渴望享受到更好的医疗健康服务 这一需求让医药健康产业成为了全球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 在政策红利的带动下 中国医药产业创新的春天已经到来 蓬勃发展的医药产业正在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打造出一片新的蓝海 好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了解更多节目内容 您还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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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